大家好,每日分享一个使用妙招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生活 开塞路在生活中是很常见的,而且价格便宜 大家都知道它可以起到一个润肠通便的作用 但是别小瞧它,它不止这一个作用哦 开塞路在生活中还有很多的妙用,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开塞路可以用来擦皮鞋 皮鞋穿久就会失去原有的光泽 这时可以用开塞路来保养皮鞋 我们可以将开塞路滴在皮鞋上 再用手简单的涂抹几下 开塞路含有大量的甘油 它可以让皮鞋变得跟新的一样 而且对皮鞋皮质也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现在我们对比一下,左边是擦过的 鞋子跟新的一样干净哦 第二,起到润滑的作用 平时裤子穿久,裤子拉链就会变得卡顿 这时可以在拉链处滴几滴开塞路 现在我们再来试一下 裤子拉链已经修复好了 因为甘油的成分可以起到润滑的作用 所以拉链处不再卡顿 第三,我们将开塞路挤到碗里 然后再加入少许的白醋 我们将化妆棉浸湿在溶液中 那秋冬季节天气干燥 皮肤经常脱皮粗糙 这时呢,就用它擦一擦 开塞路中的甘油有补水滋润皮肤的作用 白醋可以软化皮肤角质无垢 可以达到滋润美白肌肤的效果是非常的好 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呢 遇到皮肤干燥的情况 都可以用它来擦拭皮肤 能解决烦恼哦 第四,家里的门有时候荷叶处会发出鸽吱的响声 这种噪音让人很是烦躁 其实我们在上面滴一些开塞路 开塞路的甘油成分可以起到润滑的作用 再用手指将它涂抹均匀 下次我们在开关门的时候就不会发出这种声音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没想到开塞路还有这么多的作用吧 如果你想看更多使用有趣的生活妙招可以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